大家好,太久不见了 我应该是对上一摆的话 应该是半年至一年 很久不和大家再见了 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 除了是头发和美容之外 近期我的所爱就是 我们叫Salad in a jar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已经做了一个 jar 先说一声,谢谢我的好姐妹叫Kim 她送了一个 jar给我 接着她跟我说要如何做这个 salad 接着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很多颜色的 jar 其实最近最流行的就是 我们叫Salad in a jar 为什么可以开始吃salad 就是因为我太胖了 如果你们很久没有见我的话 再看我是否觉得我很胖呢 相信我 我要透过我的努力 我一定会重新去回我之前的美容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个 jar里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有青、有绿色、有橙色、有白色 其实我用了现在比较轻一点的 就是用不同颜色 把最濕的东西放在下面 慢慢地堆积到上高 就是说我们要把最濕的东西放在下面 慢慢地加到顶上 通常什么是濕的呢? 就是用柠檬或柠檬 我们要醃去的 所以我们将酱汁放在下面 下面过后就慢慢地放干的东西 对了 到最后你们可以看到的 其实我是放了一些 比较干的柠檬或柠檬 在顶上 事不宜迟 我和大家教一教 和大家分享 如何做这个酱汁 好 好 那之前呢 其实我之前 我的Big Bird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已经安排了一些 自己在做家庭主夫 好 切了一些 苹果 各式各样的菜 我之前用盐水醃了 然后再拿去给它脱水的葱 然后我和Big Bird最喜欢吃的 Baby Spinach 然后当然就是Wild Rocket 其实酱料很简单 今天的酱料 其实我是用了 我们叫Belsamide 一个意大利醋 然后少少香料 不可以打广告 少少香料 然后还有胡椒粉 当然如果你要少少味道的话 其实我是会配合少少盐 OK 那怎样可以说 我们要之前 在这个桶里面 其实我现在会开始教大家 或者和大家分享 如何做这个酱汁的时候 其实是透过了用最濕 慢慢从濕到干的基本法 来做这个 味味又可厚的一个酱汁 先我们会放少少 优优 糊 意大利草 那你可以看到濕的就在Base那里了 接着呢 我们就放少少胡椒粉 下去调味 然后呢 半茶匙的盐 半茶匙就好了 接着的口 这个比较吵架 你要转它 我们就转 接着当你弄均匀 我就建议你稍微拼它 将它拼到差不多均匀 我们就开始配料 A 那怎么说 有湿到干 其实就是看你想腌些什么 因为我本身 其实自己都不太喜欢吃 那个洋葱 很重的那个葱味 所以洋葱 通常我就会 第一位置放下去 所以我们就将 全部洋葱 放下去 腌它 接着呢 就将 一些 番茄 放下去 那为什么我要放些番茄呢 是因为 其实如果我放些番茄的话 番茄本身大酸 再配合那个意大利醋 其实可以将两个 完全完全混合在一起 其实 我现在已经闻到好味了 醃过后 我就开始将一些 大濕的物品 例如苹果 蜆 放下去 掉了一些 对 好不尊严 太久没有录影了 当你将一些 苹果放下去 可以 pr carefully to another step 那持续我便会 我建议大家,不妨可以把青瓜切条过口 一定要记住把里面的纸,就是那些芯,拿走 因为如果你还有包着纸的话 其实我跟你说,它吃下去的时候是不要吃太湿了 因为salad in the jar,我们最好 为什么最好呢?就是因为今晚已经是12点 如果我们要留到明天的话 如果你的沙拉比较湿的话,就会令整个沙拉不好吃 太湿了 到最后我就会把西芹放进去 这个是Big Bird 我的狗肝在吠 接着我就会把柠檬放进去 到最后就到我们的Emphasize 好,到最后我就会把我最喜欢吃的BB Spanich 就是这个 其实在吉隆坡很少地方可以卖了 今天很幸运,在不可以打公告 某些地方让我找到BB Spanich 死我都买了几盒 我就买了,我买了一个后 我就 质给Big Bird吃 接着我就加少许Wild Orchid Wild Orchid本身就很少人会喜欢吃 为什么呢?它本身的味道很重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我比较喜欢吃它的味道 因为如果你吃沙拉的时候 加少许Wild Orchid下去的话 它那种特别的芬香会提升沙拉自己本身的味道 做完后就像我那样 不要粗劳,不要死地按它 如果按到菜模糊就不好了 或者你老公、老婆会打你 当你做完后,就开始把它关掉了 做完后,关掉后 你就好,做完一个Salad in a jar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是因为我的好姐妹Kim 买给我的 因为之前太多花,所以我不是 不可以说我不是那么喜欢 我比较喜欢透明的东西,但它喜欢花花的东西就可以了 那这个Jar,其实我在i...A那里买的 比较透明一点 那就可以给Big Bird拿去做工的时候 可以显示一下,温暖牌 那你们可以看到就是 下面是比较湿一点的 接着过后,到了顶,我就放了洋葱 苹果、苹果之类的 比较湿一点的重水分的东西 放了进去 然后慢慢延伸到青瓜 然后到萝卜 然后到我的Baby Spinach 喝啤酒,不好意思 Baby Spinach 然后就到我们的Wild Orchid 其实如果要吃的时候 应该将它... 一,你就将它拼来拼去 将汁拌均匀 再不然呢,通常我建议 你到公司或者什么 或者是郊外的时候 倒进碟里搅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省下很多 你在户外吃东西 那就... 挺健康的 那现在我手头上就有两罐了 我就打算一罐是给自己 另一罐是给Big Bird 我的Darnium 所以,大家多谢观赏 Thank you, thank you 如果你们是喜欢我的话 请在我的Facebook 或者在我的YouTube 按个like 或者是subscribe我 那我就会... 希望呢 每个礼拜 或者每个月 我会发布一些 无关同样的video 包括美羊毛 包括食物 包括头发 甚至乎任何东西 那... 无关同样的生活上 我都会和你们一起分享 那... 近期为什么我会吃沙律呢 就是因为... 我胖了 那我会决定 那... 将它继续令我健身 我就会和大家一起努力 好不好 最重要... 肥! 不肥无所谓 最重要健康 好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好 那再打赴大家时间了 拜拜